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我手里拿走文件的全部过程 它的分辨率足以清晰地显示 这份文件中字号最小的文字内容 同时我在桌底下按了录音笔 它也会把我们所有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 而且它会非常的清晰 因为这个房间真的是一点杂音都没有 我们的整个交互过程的录音录像内容 只要不经过剪辑 都能成为指认你的直接证据 这些东西够不够跟你交换我爸 够不够交换你收了那些栽赃审结的照片 别忘了 核心情报是你偷的 我陪你一块坐牢 我豁得出去你干吗 要么现在完成交易 要么我报警 两条路你选 我真是喜欢这小子 他哪像他爸呀 他像我呀 许臣 让你看点东西 你说的是这个吗 知道我们为什么早来了一会儿吗 因为得把你的这些小玩意儿拆了 你约我们到这儿来会面 我就怀疑你会不会玩什么小把戏 所以来了以后 我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检查了一遍 你还真没让我失望 徐贞啊 我们把还亚弄得一片混乱 逼得陈万里在四面楚歌之下 交出了顶峰计划 而你呢 把握时机得到了他的信任 很成功地拿到了文件 你看 我们的配合堪称完美呀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你最后 要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来 你费了这么大的劲 就为了在这儿 抓我们一个交易商业机密的现行 你当你自己真的满天过海 那小狼 做账备的再教你一回啊 想干成一件事 你不能哪儿哪儿都顾着 想法越多 爱破绽就越多 你要我让人把还亚制药 抬回去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没别好批 因为过程不单纯 目的肯定也不单纯 我还敢肯定 你拿到的不是核心情报 最多 它是顶峰计划的项目进程书 红万里不会那么傻 他不会在犹豫不决的时候 把底牌全亮出来 不过呢 你双手奉上 我只有笑大了 跟我斗啊 你还嫩点 我警告你 只有一二不过三 再有下次 我对你绝不可行 我还跟你说啊 我不用动你吧 我只花上几块钱的优费 就能把你女朋友 弄得浑身世世 一辈子砸 干什么 要动粗 我还你 坐下吧 还你 在那儿两清了 没车不方便 你用着吗 好自为之吧 兄弟 你好 想让我收你去哪儿 一会儿就知道了 走啊 你干什么呀 你弄疼我了 你干嘛带我来这儿 你放手 这是我爸跟我的合影 我们两个长得像不像 像不像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你怎么面对他 你怎么面对我 你怎么能从容的面对我 你怎么能从容的面对我 徐政 我告诉你 余老大说的不是瞎话 你可能觉得 司法部门能够明察秋毫 我们不见得能给沈杰 栽赃的城 是吗 我给你看些东西 看完之后 你自己权衡 你一直在探查我爸的吓唬对 对不对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还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们无法窃听沈杰的手机 但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 搜索并且记录 他每次通话的信号频率 通过这些信号频率 我们可以破译出他的谈话内容 这些内容显示 沈杰一直在给一个人 或者一个机构 不断地提供顶峰计划的技术内容 并且还在推算他接触不到的核心数据 当然 他到现在也没推算出来 而且我调查以后还发现 他的这一行为 和冯晓天的坠楼智商 有很大的关系 你一直在出卖顶峰计划的技术内容 但因为你接触不到核心数据 所以你要找到我爸 套取信息 因为推算不出核心数据 所以沈杰非常想再接触你爸 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地交流 获取技术信息迈过这道坎 可是现在 谁都不知道你爸在哪儿 所以沈杰只好私底下去打听 阴差阳错呀 门卫老冯的儿子冯晓天 发现了他的这个举动 于是找到他 骗他说知道你爸在哪儿 从他那儿骗得了两万块钱的 信息购买费 于是沈杰非常恼火 就跟冯晓天发生了冲突 所以 我有了手里的这些照片 我只要把你看到的这些文件 直接交给经侦处 沈杰这辈子彻底完蛋 现在你可以滚蛋了 回去的路上好好琢磨琢磨 顶峰计划推进到什么程度了 还剩多少时间够你耍呀 你告诉我这是不是真的 你告诉我这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挣钱吗 还是为了别的什么 你不知道你这样会坐牢的吗 我曾经犯过错 结果被人要挟 我 我知道这么做 谁在要挟你 你别问了 你告诉我是谁 你别再问了 是谁 够了你 你就是知道了能怎么样 你能做什么 对 我是想通过徐教授知道核心数据 可是 可是我不是因为这个才去找他的 我心里有恐惧你知道吗 你爸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走了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恐惧吗 你当初 莫名其妙地接怀呀 我当时脑子里什么想法都有 我以为你是来查徐教授的什么事 我以为徐教授出事了 我每天晚上都在做着噩梦 我梦见徐教授被绑架了 被杀了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过吗 直到我发现 我发现你 不是这个目的 可我还是放不下 我就像是得了强迫症一样 去四处打探 因为这个我还被人骗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你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吗 我心里有抱负 我心里有抱负 可是就是到了现在 还是让我长不过气 让得我 不敢指示你 我就是想爱我都不能爱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心里害怕 你知道吗 我害怕 真的 我害怕是 我害怕是因为我 让你爸爸受到灾难 按你说的 你爱我 就会变成恨你我 雪儿 就会 越恨 怎么样 把会场都找了 一夜只都没见着 陈总 我 我犯大错了 这么机密的材料 现在全部见了 我就接了我爸的一个电话 妈妈 所有的狼 都会纹着腥味扑过来 这项研究泄露出去的话 我会害死徐教授的 你说我该怎么办 癌症疫苗研究被泄露了 是我医生造成的 是我泄露出去的 当初你说 联合研究室像个集中营 得都是败我所赐 泄密之后 你爸爸身边 什么事情都发生过 所以你爸爸这么一走 我就会恐惧 因为我担心 我担心你爸爸 会遭到不测 我担心我的梦 会变成现实 爸是你吗 儿子 没事 爸爸就是想你了 癌症疫苗研究 被泄露出去了 没人知道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也没有人会 会想到是我 可是只有我心里清楚 如果 如果有什么事 如果发生了什么 罪魁祸首就是我 从现在开始 不要跟任何人说这事 包括徐教授 材料你悄悄打一份 还给公司 不要跟任何人提这事 癌症疫苗是个重磅炸弹 一旦泄露出去浪就小不了 只要咱们没动静 别人就不知道真假 可是我是担心徐教授会 我会加强防备 从现在开始 你我要保持沉默 这件事情要是别人知道了 企业安全部 绝不肯善罢甘休 到时候对你怎么定义 都有可能 公司董事会 也宁肯相信你是故意泄密 让你背这个黑锅 所以你听我的 从现在开始 不对任何人讲 什么都没发生 记住 什么都没发生 我等于 搅乱了企业的整个战略 我怎么可能忘得掉呢 我就像是一个神经质一样 哪怕是有一丝丝触碰到 研发事情的动作 我都会异常地紧张 我异常地敏感 你坐东区电梯 我就特别紧张 甚至你碰我的电脑 我就会大发脾气 可是矛盾的是 就是这样 我还在不停地 给人传送顶峰计划的 技术内容 很可笑是吧 朕总以为 他已经压下去了 这件事情 可是纸 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我也不知道那些人 是怎么知道的 我已经陷进去了 一开始 我以为我只是出于恐惧 可是后来我慢慢地意识到 人要想 拿一个错误去 掩盖另一个错误 必然就会 越陷越深 好了 你都看到了 我就是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问我是怎么面对你的 我不知道 我挣扎过 我也不止一次地问我自己 我到底能不能拥有这份爱情 可是答案每次都是否定的 可就是这样 我还是抵制不住 抵制不住你 随便吧 随便 随便 沈杰的这番宣泄 也让我很心疼 我知道 说出这一切 需要多大的勇气 因为 他在爱我 就会不会再τού 你心疼 就会有什么 我就是 他没想过 我 不过 我 去 我 你 我 保留 我 我 老板得何出事 挖碎住了 还跟人家 还跟人家打架 还说是他先惹我的 人家警察惹你了 人家是来解决纠纷的 你可得好把人家打成那样 他嚷嚷的就冲上来了 我知道他干什么的 可是你 你没看到人家穿的是警服啊 我知道他是警察 谁知道他帮谁 我的爸呀 你也就是我爸 要不然的话 我一定不嫌这个字 就让他们拒你几天 我说你说什么呢干不开 我的包呢 怎么包 你根本就没带包 坏了 肯定是 肯定是落在会场里了 来 来 来 小子 这真的要搬回去住啊 也好啊 谈恋爱的话 是需要一个私密点的空间 我见沈杰了 挺好的 找个时间 大家一起吃个饭好不好 妈 应该怎么去爱一个人啊 什么 我应该怎么去爱一个人啊 我不知道呀 那 那是不是应该 像我跟你于叔叔那样子 就只看对方可爱的一面 就这样 就这样 我觉得你只要觉得对方爱你 就足够了 我每次来看看 都会觉得不一样 我也是 每次攀岩 爬到山顶的时候 我也会感觉世界是不一样的 告诉你的秘密 但是 你不许跟别人讲 发誓 我从小 不对 应该是上了初中之后吧 我就一直想做一件出轨的事 对 不管是什么事 反正离听叛道就行 但是 我的这个愿望 到现在还没有实现 每次到 宽建的时候我都会 进行不下去 所以攀岩 多多少少跟这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呀 变勇气呗 勇气这个东西还用练吗 想多一臂演的事 是你的吧 一臂演的事说得清诚 你闭一个试试 怎么了 儿子 弄矛盾了 许正 当我冲出房门的那一刻 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将用我的一生去爱她 因为我想爱她 我想让她快乐 沈杰 对不起 别 别靠近我 求你了 彼此相爱就足够了不是吗 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不是吗 好一阵子我都 我都非常混乱 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说得对 有好多事情 你没必要告诉我 因为就算你告诉我了 我也没办法去帮你 但我知道我能做到谁 唯一希望的就是 有我在你身边的时候 你能快快乐乐的 这对我来说 就已经很满足了 请你一定要记住 以后不论我做什么 不论发生了什么 你一定要快乐 你一定要快乐 因为我爱你 我爱你 投资 我爱你 就是 我爱你 看我 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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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快乐 因为对 我想我的这个决定是对的 我爱他 他也爱我 这就足够了 为什么又把我带到这儿来 我想搬回家住 所以你得帮我收入屋子的 你在幽默 聪明 你先上去 我接个电话 顺便停车 好 等你了 阿兰 当阿兰出现的时候 我脑海里古怪地浮现出了两个字 暴力 您听着 魏先生 我所能做的 就是在董事会上提出 让桓亚拿顶峰计划来救世 至于陈万里能不能同意 就看您的造化了 你跟徐征坦白了 是 这是爱情的力量 你简直昏了头 我知道当我迈出这一步的时候 将来会面对很多的麻烦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只要有爱情之城 我就能挺住 你就不怕事业尽毁 名誉扫地啊 我当然怕 所以我现在还不想与您为敌 只是 你不要逼得我太紧 就这样 再见 你一声不响了就飞回来 你什么意思 我就是想找到你 让你回到我的身边 你是我的 不是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我们两个不可能的阿兰 写封信你就把我给甩了 你也太不把我带回事了吧 我可早就跟你说过了 我可早就跟你说过了 我们早就约定好了 我们可以两情相悦 但是不能禁锢对方的自由 当时你也同意了的 你是不是有别的女人啊 我先给你找个住地方 你为什么不让我跟你住在一起 你说呢 徐政 徐政 喂 徐政 你在哪儿呢 我在你家门口 你不在家呀 那个 我 他在忙着忙色剑呢 别胡闹 喂 谁在你边上 你在干什么呢 那个 法国一家机构中国区的代表 他 可能跟我谈点事 他要在市场上录点资 对 过来等我愿意一下 如果我禁锢 我应该死在你的痛苦 那 我还等你吗 那你先回去吧 别等我了 对不起啊 那好吧 回来之后给我电话啊 好 嗯 拜拜 这回事要做 我死了 我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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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会 我还会 我还会 你还会 我还会 你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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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会 放心吧 我不会弄乱的 好 那你把钥匙放门房 我一会儿过去拿去 说了你只要我哪儿都不去 那你回法国家 不是 那什么 我钥匙你就放门房就行了 一会儿我过去拿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嗯 好 再见 那孩子我没打掉呢 什么 这是你的妆啊 都三个月了 你得忍心啊 高总 干嘛呀 去妇产医院 我倒要看看这 到底是不是我的种 不是 放手 放什么手 我这亲自鉴定非做不可 我倒要看看是不是 你走 我打掉了 我打掉了 你写信来让我打掉 我就打掉了 虽然我不愿意 但是你让我打掉 我就打掉了 我对你够仗义的了吧 你能不能对我也仗义一点 你 你行 你别哭啊 对 丁梢 丁住绯闻了 这档口冒出个阿兰 我还是觉得有点蹊跷 你不是问我徐征了吗 我不相信她的解释 我觉得她是在做戏 他弄出一个假情人来 踢沈杰出局 好让我们认为 用沈杰 终归拿不住他 姐 我找到了 这篇博客 是这个美国劳行的 我看看日期 半年前了 这段 这段他说 一个偷渡客的后代 一个科学家的儿子 会因为爱走到一起吗 中国人没有接济 但我仍然怀疑 虽然我在祝福他 徐征以前跟我通MSN的时候 好像也提过这个阿兰 只是没有具体说过 但是从这篇博客上看 他们至少有过情人关系 我还是觉得蹊跷 蹊不蹊跷 往后才能知道 关键是既然我们出手了 就不能让徐征再回头 如果真的像我判断的那样 徐征应该希望 他和阿兰的关系 被沈杰发现 你在听我说话吗 我知道 你想再给城外里加把火 谁啊 找哪位 阿兰是吗 我叫沈杰 我是徐征的女朋友 她没跟你提过 进去谈谈好吗 我要杀了你 我说过徐徐征是我的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要杀了你 我说过徐征是我的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 annoying 你 ??? 要死我了 但是我怎么没有 从来 你呢 你从来 们大概要死我了 去的也快 是吧 我 我昨天在他們家待了一晚上 他說 他說我應該無條件地接受 我真是越來越喜歡他 那我昨天晚上等了你一晚上 你怎麼沒來電話啊 後來去陳叔家了 就一聊天就 對不起吧 這有什麼對不起的 工作重要嗎 這是你的藥 我有間歇性腸破症 有時候我控制不住自己 一顆夠嗎 很抱歉我跟你撒謊了 我不是沈潔 徐鎮讓我冒生他的女朋友 就是為了要趕你走 那你到底跟他是什麼關係 這是個秘密 包括我來找你 你都不能說出去 否則 我就幫不了你了 徐鎮現在正在跟真正的沈潔約會 他跟他沒有提起你 就說明他想把你打發走 當作這一切都沒發生過 可是我覺得你們有必要面對面的 把問題講清楚 你為什麼要幫我 畢竟我也是女人 今天怎麼這麼苦 你這下 讓公司在股市上起死回生 你現在成了公司的大明星了 是嗎 我說怎麼公司那麼多女孩 還要衝我拋門眼呢 緊張我了 老興了 是不是你說嘛 是不是嘛 是不是嘛 是 我就是不高興他們對你沒來眼去 滿意了嗎 那好 那以後我一進公司戴個忙人墨鏡 那可能會更苦 你能不能不臭美啊 能不能 說實話這次 是老天給了我個機會 省得公司那幫人老說我高攀疑 你真的 這麼在乎我嗎 在乎我 在乎你高興 在乎我不高興 喂 喂 徐仲 我知道你在普新街的上導咖啡對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怎麼知道 我還知道你和你的女朋友在約會 這樣 我馬上過去 你等著 你還是你的女朋友一個都不許走 否則我會殺人的 你知道我幹得出來的 好 行了 趕緊去吧 我就沒法送你了 知道了 我路面不太好 是 是上次中國去的那個代表 他讓我現在就去見他的老闆 所以 那你就去吧 我再上回網 不行 我不能把你醫院留在這兒招風引蝶 你放心 你幹什麼 走 我開車送你吧 不用了 自己開車小心點啊 走了啊 拜拜 拜拜 我可以 我會不會